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线下学习新的内容 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QIQT的各种弹窗消息框的使用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PPT 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运行时的警告弹窗的使用 这个又不光是警告了运行中的各种 与用户的对话框 今天我们都逐一介绍一下 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实际目标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QIQT的各类对话框 然后就是掌握各类对话框的使用方法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项 了解一下QIQT的对话框 QIQT提供了这么以下几种对话框 包括这个通知询问警告严重警告 还有这个关于也就是这个软件的介绍 最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关于QIQT的这么一个对话框 它是这个内置的对QIQT的一个介绍 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项 通知对话框 这个通知对话框呢主要是程序运行时 对用户操作进行的一些反馈 那么像我们常见的这个保存啊提交啊写入等操作 成功之后呢会弹出一个窗口 说这个你进行的这个相应的操作 这个操作成功了 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来实际的看一下这个通知对话框 还是老样子这个先启动ERIC4 今天对于这个各种弹窗呢 我们都是采用这个按钮触发的形式 先打开我们之前测试的这个工程 然后直接编辑我们这个UI界面 我们把这个窗底呢稍微加大一点 好 然后我们先拖一个PushButton 给它改一下名字 好 改完之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编辑 编译 那么编译成功之后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界面 大概看一下它这个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之前进行的所有的测试 那么现在这个按钮由于没有加入它的这个槽函数 所以它是没有什么效果 好 我们按照以往的惯例 那么去给这个按钮加入相应的槽函数 最后一个加入的是这个PushButton9 我们在这里确定一下 PushButton11 就是第十一个 所以我们这边还得找到这第十一个按钮 好 勾选它的这个click信号 那么这样我们在它的这个相应的槽函数里面呢 做一些处理 好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文件是自动生成的 所以在排序的时候呢 不会把我们自己输取的那一段排进去 所以每次都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好 那么 老样子把这一个 QMessageBox 那么这个呢 我们先看这个通知框 通知框它是QMessageBox里面这个 Information Information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使用的时候呢 首先传选给它一个self参数 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窗体的弹出窗 你要把它这个弹出窗 要绑定到某一个窗体 那么我们这个窗体呢 就是我们之前建立的这个 就是这个类 好 MainWindow这个类本身的实力 传选给它这个窗体 就绑定到的窗体之后呢 我们要填写这个 弹窗显示的这个用户信息 那么我们写一句 好 然后添加完添加完这个提示信息之后呢 这一部分就算是 提示信息就算完成了 那么还需要指明一个类型 就是这个窗体的这个显示 就是这个对话框的这个显示的 左上角显示的内容 我们加入一个 Information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相样的错误 好 通知同样的错误 OK 产生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 QMessageBox is not defined 就是说这个没有导入 使用这个的时候没有导入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看一下 还真没有导入 那我们就简单一点 把这两个层子都导入算了 好 再运行一下 看看 这个from包名而 import的信号是把这个包里面所有的方法都导入进来 OK 那么看我们这个例子就运行成功了 大家看一下哈 它主要是我们所填写的这个提示信息就在这个位置显示 然后窗体的名字我们填的Information显示在这里 然后它提供一个这个信息的这个标识服务 并且有一个OK按钮 那么当它弹出来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竹窗列径操作是无法操作的是没有效果的 必须点击确定之后 才能继续对竹窗列径操作 如果你想要对这个窗体改的名字在这里改 好 再试一下 OK 提示信息框 那么提示信息 这个通知信息框呢就讲完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询问对话框 询问对话框呢就是提醒用户是否进行某些操作 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个Word或者是这个TSC文本 关注之前它提醒你是否保存 那么格式不兼容 是否要转换格式 是否要确认到相应的界面 我们也看一下 再加一个按钮 改名叫询问框 还是像刚才一样的操作 那么这个按钮应该是第12个 然后重新加载这个程序 老毛便给它改掉 同样的把这个异常语句 删掉 那么这个询问对话框呢也是基于这个Qmessage box这个类 所以我们一直到这里都可以复制下来 然后它的这个方法呢叫 呃不好意思 这已经补出来了 确实用这个方法 确实用这个方法 同样的第一个参数 sale 然后给这个创提取个名字 然后创提名字完了之后 要传递一行信息给用户 那麽就 那麽就 呵 抱歉 点车了 就跑了 好 那么这里呢 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同样的运行看一下 OK 这里呢 跟刚才这个信息框一样 谈出来一个界面 问是否保存 那所不同的是这个 那个图标变了 变成了问号 然后他也提供一个按钮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 其实我们点OK的时候是确认保存 但如果我不想保存怎么办呢